兄弟们手机闹动什么 看现金 5点20 3月26 今天要去干活了 给你们看一下干活的地方 兄弟们 然后兄弟们今天干活的地方在这里 给你们看看有多厉 坐地铁一个小时 30分钟 一个半小时 然后还要走入2.2公里 坐两趟地铁 8号线转5号线 一共8块钱 挑了三四个闹钟 第一个闹钟就把我吵醒了 那个活呢 是干工地 8个小时 260块钱 不活吃 早上8点就要到港里 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 然后走入2公里 有点难啊 兄弟们 主要是外面下大雨的 伞也没有 这个就比较厉害 我们看一下这个平衡 早上下这个雨 我都不想起啊 兄弟们怎么办 下那么大的雨伞都没有 听到声音没有 现在天还是雾气漫黑的 哎呀 我也在腐烂 然后兄弟们带了个树包啊 里面放了两件衣服 然后重点包 然后就是这条裤子了 好搞笑啊 就包浆了 从家里面带来的 一直穿一直穿 都没有换 然后您看 屁股后面好大个洞啊 意思是说啊 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穿着一条屁股 那么大个洞的裤子 在外面逛 我也是脱了 然后兄弟们准备出关了 兄弟们出门 连财去了 把灯给他关了 再把钥匙给他锁上 天都没亮 还下那么大的雨 我也着手了 兄弟们 现在走一公里路啊 应该十几二十分钟嘛 到地铁站去 做第一趟地铁啊 兄弟们到地铁口了啊 实景站 走走咱们去做第一趟地铁去 你看这个裤子都半湿不湿的 刚有个开车的 现在我一生的水落 哎呦 倒霉啊 现在咱们换五号线线 兄弟们出地铁站了啊 到目的地还要走一公里啊 还在下雨 人混混成生的 来个法律无边套餐 七星一下 路上马上转个肉包碗 然后一杯豆浆 六块钱 太高了啊 兄弟们 嗯 这下还是蛮不错的 兄弟们到地方十几分钟了 我感觉我被放鸽子的 说好八点钟激活的 结果 人都没有 老过夜联系不上 完蛋了呀 兄弟们 那么远的跑过来 结果被放鸽子 挑战失败啊 兄弟们 还说干日节回回血 结果这个老过 好像碎过头了吧 没有来碰面啊 说好八点钟了 现在已经 马上八点半了 今天 可能又得打造回府了 做鸡蛋来八块钱是吧 回去八块钱 就十六块钱 十六块钱 六块钱的早餐 二十二块钱 钱没赚到 都花了二十多块钱 兄弟们准备沿路返回了啊 今天有点出事不累啊 千计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处 达到 三百分之后 七百分之后